大家好 我是你的機械人 再理ID的投資經理 Jim 今天要講一下2331理0 2021年出了去年 2020年的全年業績 ID AI十大智能捕捉 是在3月23日出了信號 而我Jim也在3月25日 以46.7 放入了模擬倉 2331理0 在2020年 交出了一份兩例的業績 第一就是線上業務 Carry大跑全年業績 疫情下營利是超預期不跌反升 第二就是財務的營運能力 逆境下反而逆流而上 第三中國潮牌的營銷marketing見效 突發事件加速消費者的認同 第四就是科技研發開始修成 用料和單價都堪被like和adidas 上年聖誕節之前 我們也出過一集說 是2331的發展歷史 和未來包括運動服裝業的成長亮點 亦預計過疫情後的業績會V型繁達 電子商務的增長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亦可以看 2331的業績出了之後 比不少分析師所預算更好 最大的亮點是完成線上渠道的轉型 Carry全年的銷售增長 2331的線上業務收入 從2014年只有2.9億人民幣 快速增長到2020年全年的40.5億人民幣 公司線上渠道收入的佔比 是從2019年佔 22.5%增長到28% 而且在線上渠道收入的40.5億人民幣 第一次超越直銷渠道收入 32.6億人民幣 正式成為公司計分銷渠道之後 第二個重要的收入來源 也就是說線上業務已經比直銷門店的大力更多收入 這與2331過去幾年的策略 努力經營 技術開發 以及網上營銷市場 是有很大的關係 下一部分我們會再說 與此同時 2331主動加速關閉一些 虧損和低效的店舖 去舊換身 加速在高級市場 和購物中心的大店建設門店 很多老舊的店鋪設計都好像特賣場 但是新的店鋪已經變成潮流的店鋪 加上一會提到 市場的市場做得好 很多店鋪都經常有人排隊 和Nike、Adidas都不忘多樣 公司2020年末 門店數量同比 減少8.17% 去到6933間 其中李寧屹門店數 只減少80間 去到1021間 李寧屹門店數量 同比減少了 537間 去到5912間 遇上疫情 打疫境波 仍然維持到毛利率不變 和正利潤增長 2020年公司主營業務 的毛利率 是49.15% 基本是持平無變化的 權益持有人 應佔正日利 是上升 34.2% 去到16.98億元人民幣 正利率是由9.1% 提高到 11.7% 2331除了銷售有增長之外 企業管治人士有明顯的進步 我們可以從Expense 支出費用率 資金管理的 Cash flow 以及 複存Inventry三個方面去看 即使是疫情期間 公司的銷售費用率 仍然繼續減少 從2016年的36.96% 減到2020年的30.56% 管理費用率 亦從19年的高峰 6.97% 回落到2020年的5.56% 疫情期間 應收帳款的結構 沒有大變化 反映2331的分銷商 沒有太多 售數的情況 加上應收帳款的規模減少 代表分銷商的還款能力2號 2331 是迫到分銷商 盡快結束 公司2020年末的 存貨規模 僅為13.46億元 比2019年 減少了4.39% 明明銷售上升了 但2331的 美庫存 反而規模減少 即是 不用太多的貨 亦都做到 那麼多的生意 即使疫情期間 銷售下跌 依然都沒有帶來 付存積額的問題 亦即使是更快 消化了付存的商品 渠道和公司 存貨都維持超過七成 是在6個月以下的新貨 配合線上的 收入大增 即是2331 更加懂得 面對市場變化 有單才做貨 不會是做了 是沒有人要的貨 公司 存貨周轉效率 每年都有所提升 從2016年的 存貨周轉 周期 約為80天 逐步減少到2020年 存貨周轉周期的 67.3天 集團主要收入 以服裝 及鞋類為主 加起來 佔公司 95% 銷售額 公司 策略上 也很清楚知道 要從科技 和 營銷 銷售額 兩方面 入手 提高 銷售額 和 產品的 單品 價格 講起潮牌 香港人會想起 以前的 余奮樂 和 陳管禧 17年開始 中國的 潮流文化 開始出現了 國潮 這個詞語 除了上集講過 國際 Fashion Show 中國李寧 成為國潮文化 的受惠者之外 匯力 和 飛躍 兩大主打 懷舊 成傳印象的品牌 亦突然成為年輕人的 潮品 根據II Media Research 2020-2021年 中國國潮經濟發展 專題研究報告 國潮經濟將 中華傳統文化 融合 現代的 潮流元素 建立品牌IP 應用制 在各品類 商品之中 國潮經濟 起源於 中國年輕人對文化的 自我追求 超過80% 對中國產品 和文化有信心 購物模式 喜歡以電商的平台 或者是官方的網站 等的線上購物 接收信息方面 主要以線上短視頻 等的 社交媒體為主 國潮經濟下 中國李寧 逃於以中國 運動文化為主題 最容易受惠 最近 服裝品牌 是否用新疆棉 引起了討論 不少中國的網友 發起 支持中國品牌的 輿論 事件告一段落後 中國媒體 21世紀經濟報導 在微博發起了投票 在購買 運動產品的時候 近六成的網友 只考慮 或者傾向於 國產運動的品牌 近七成的網民 選擇 電商平台 選購 運動的產品 僅有 不足三成的網民 選擇 在線 門店購買 對於國產運動品牌的喜好度 7.8萬人的 參與投票之中 超過5.6萬人 超過七成的網友 是選擇李寧的 第二名的安踏 也是只有 14%的票 由此可見 李寧過去的品牌策略 在網友當中 打贏了 安踏 相信 李寧的市佔 會在未來幾年 進入步 提升 2021年3月26日 李寧的官方微博公佈全球檔燃人 出現過 慶如年花美藍 燒戰 隨即引起官方超過100萬個的轉發 以及 50萬個的討論 擁有近2900萬粉絲的 燒戰官方微博 亦有近500萬個的 讚好 100萬個的討論 以及100萬個的分享 網易一篇文章 寫回 代言策略推出之後 官方微博粉絲的增加 近26萬 旗艦店微博粉絲 增加近40萬 一些淘寶推出 燒戰套裝的組合 10分鐘之內 就 全部 受興 先下店 大排長龍 外套剩下大馬 褲 鞋 甚麼都 埋得乾乾淨淨 調貨 還要是 等3-4日 公不應後底下 品牌效應 非常之強 李寧一對 Way of Way的鞋 可以炒到 接近13000元 日文幣 安踏策略 盡量把品牌 分開 就好像 P&G 旗下有中多的品牌 不想讓人知道 是安踏的旗下 相反 李寧旗下有幾個不同的 小品牌分支 不過 依然 主要是 打單品牌策略 例如 主打 High Fashion的 中國李寧 電競市場的 LNG 李寧 Gaming 等 全部的品牌 都很重視宣傳 是李寧品牌的旗下 Way of Way 韋德 知道 主打 高端的 籃球鞋市場 競爭對手 LIKI 旗下的 Air Jordan 2012年 Durian Wade 決定 從 Jordan Brand 轉去 李寧的時候 曾經引起 轟動 2021年 Way of Way 擁有 幾支 產品線 亦開始 在NBA 網絡 當言人 現今 已經是 籃球鞋市場上 最頂級的 款式之一 除了 營銷 Marketing 之外 過去幾年 2331 一直 潛心 改進 工藝技術 提升產品 在專業運動員 的表現 李寧在中國 銀等地 和 62個 專業跑者 是共同經歷兩年 無數的 嘗試之後 終於是在2019年的 馬拉松開始收獲成果 不同的跑手 分別穿著四個 雷字 廣東話 獨作是 搭的避震材料 搭系列 製造的 天麻 和 飛電跑鞋 贏得 冠那 貴軍的 名次 證明李寧的 鞋科技的確能夠有效地 提升 跑手的表現 而Way of Way 除了 搭系列 亦有用 兩個 公字 獨裂 鞋 鞋 鞋系列 是一種中空的結構 彈性 穩定性 支撐性 都特別好 是一種 李寧獨自 開發的新科技 能夠增加 運動中的 彈速 如果對 體育運動 醫物 科技行業 有興趣的話 我們ID Youtube 亦都推介過 Likid 其中一家主要的生產商 2313 新洲國 有興趣可以 按下 下面的連結 如果想繼續收到更多ID的股票 推介回顧 記得subscribe like share 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下 小鈴 如果想每日立即知道 ID AI推介哪一隻 爆升的股票 以及我 阿Jim 推介哪一隻 的漂亮 記得下載華富 牛熊App 以及登記成為我們 十大熱門股 智能捕捉的會員 多謝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